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N队的全体拉票会 很遗憾 集体不是全体 对不起 对不起 集体拉票会 很遗憾有一名成员今天 因为有一些事情不能来参加佛心朵 对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地支持他 然后其他的这十名成员 他们一会儿会 各自分别会回答一道问题 问题就在我手上的这十一根信封里面 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所以第一个孟月 你准备好了吗 我能准备不好吗 那准备不好的话可能 那我们开始吧 开始吧 好 来吧 其实他已经把第三个抽掉了 所以你抽的是第五个 好 那孟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那孟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提问 请说出三个N队自身的优势 谢谢 问好 我觉得有点难回答 因为在我看到这个问题第一眼的时候 我真的想不出来我们N队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 尤其是现在三七声也来了 不 我们有优势 我觉得孟孟就是我们一个优势 对吧 不 就是我今天尤其是我经常看S队的公演 然后我今天也看了S队的公演 我觉得我们跟他的舞台表现差距还很大 我们 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多来了半年吗 不 所以你觉得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但是前辈还是前辈 我们是需要向前辈学习的 但是也不能说我们是不如前辈的 我没有说我们不如前辈 我没有说我们不如前辈 所以他俩要打起来了 并没有 小四 快 你回答完啦 我并没有回答完 好吧 对的 然后所以 我们现在 既然舞台表现不如S队 然后三T声又来了 就 我们之前引你为好的时间可能也会失去 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们能一直不抛弃我们 一直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给我们更多的爱 谢谢 好 那么小四自己来念题目 你自己来念吧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问题小菊还会给你答起来 通过这次总选 是否认识到N队还有哪些不足 问号 如何改进 问号 哪些地方有取得了进步了呢 问号 你这问三个问题 不是说好问一个的吗 好划算哦 一次性问了你 一次性问三个 来吧 那就先回答 通过这次总选 是否认识到N队还有哪些不足 其实不是说这次总选 其实说从N队第一次登台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有不足的 那当然我们还在成长嘛 我们以后肯定会好的 我们以后肯定会好的 所以这些不足 通通 都会被我们抛掉的 如何改进 我觉得我们以后 然后舞台经验越来越多了 走出的地方越来越大了 面向全国际了 然后走出亚洲 然后撑向宇宙 走到外太空 然后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改进的那些地方了 好 外星人 哪些地方有取得了进步了呢 我们的MC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舞蹈越来越有力了 我们歌唱的也越来越有激情了 我们越来越敢跟你们直视了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 我们 越来越不怕 你们浪了 还有 还有 每次来看多演的人 越来越多了 有没有 对 因为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其实 人会少一点 但是现在发现 人越来越多了 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了 对 我忘了报他的ID 可以不用报 不报吗 可以不用报 好 不好意思 那我回答完了 我觉得我要抱下我这个人的ID 叫 呵呵萌萌哒 谢谢 谢谢 最后姐那么性感的一个人 他们怎么 他怎么就萌萌哒了 然后 问题是 总选的结果 必定有人欢喜 有人忧 对于总选的结果 你们将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来迎接新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的问题 我要总结为一句话 命令有时终须有 命令无时 莫强求 下一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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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